也來參與哈戰爭打了超過10個月 以色列軍方週二表示 再度成功營救出一名人質 提供給您的影片中看到直升機抵達加薩 並且將人質帶上機 送回以色列接受治療 據了解這名五十歲人質阿卡迪 也是首次在地下進行人質的救援行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